今天是4月4號清明廉假 歡迎大家準時收看世界越來越爐 先跟所有線上同學問好 跟立湘君問好 是 秀芳好 好 這個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介老師介大使呢 他因為這個有事 所以請假一次 下個禮拜可以看到這個介老師 所以今天呢 由這個將軍來幫大家上上課 那趙立也就要由這個立將軍來點名 但是被將軍點到名 大家是不是要立正站好 我先跟大家敬禮 哇 我要站起來 好 來 這個將軍 我們大家最期待就是這個環節 點一下名 來 你看好多線上同學在線上等你啊 是 春榮 智成 對 春榮 還有採純 採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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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函 大函 對 加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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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八戒 Bernie 八戒 巴戒 Ban 對啊 好 另外你看大家就說將軍好將軍好 來 加龍 立正正好 好 第一筆抖內進來我就知道是蘇星 他每次都第一次抖內我們節目 修芳姐愛妻的立將軍武安 地震好恐怖 我要找修芳姐抱抱 你應該找將軍抱抱比較有安全感 將軍啊 我肩膀夠快 對 將軍保護你 朝芳 朝芳 春榮 我們可能把榜單念一下 大家很期待 第一名 第一名是 HUCY 第二名是 Kelvin 第三名是 慶章 第四名 Ban 第五名 小莫 第六名 Bernie Bernie 第七名 Escore 這個網友比較不熟悉 歡迎你來 第八名 春榮 第九名 麗虹 第十名 玉芳 對 這位網友我也沒見過 歡迎你 十一名 陳辰 南京 彩晶 十三名 黃開散 也常來 十四名 一龍 第十五名 雅庭 雅庭 一豪 正一 凌玉 自成 大函 還有八戒 對歡迎大家 小莫也到了 我有看到你 還有馬鼠 也是我的好朋友 馬鼠掛聽 大家今天都很忙 是不是 掃墓都掃了嗎 另外還包括看到 好多同學 你看 大家非常的踴躍 都在留言 然後 硬啪 死破 來了 放下身段 真男人 愛妻狂熱 好男人 我現在形象很好 對 你形象超好 好 這個 陳辰 Ben今天居然十一名 陳辰是在南京 南京同學 可以理解 來 語出驚人到了 他是我們這個辣碗報 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我知道辣碗報 我經常看到他 對對對 他說 不要 不要把話塞進馬英九嘴裡 沒有人談政治 沒有人談治權 習總不會把馬英九 談政治 不會和馬英九談政治 馬已經不在位了 更不要 被招少康 這種 模糊焦點 對 不要帶話 帶什麼話 壯死人不要負責任 如果要把馬英九 捲進政治 紛爭裡 斷了謹慎的八條線 幾條線 後果無法承擔 馬英九就是要促進交流 抵抗美帝 引戰資本 完報裡漏掉世紀工程 這個 港珠大橋 港珠大橋 和今年是黃埔百年 這黃埔百年很重要 對 魚出今天我跟你報告一下 第一個那個港珠大橋 主要是因為台灣大地震的關係 因為這個地震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可能超乎你的想像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篇幅 一定要這個關心一下地震 另外黃埔的東西今天我們會做 謝謝你給我們的這個指點 那我非常同意你對於這個馬英九 這個事情的一個這個看法 其實我覺得魚出今年講得很對 因為今年去年黃埔孝慶99年 他們參謀沒有對國父一向跟國旗敬禮鞠躬 那今年來講的話 馬英九去那裡是黃埔百年孝慶 那關鍵就是說到底是在台灣黃埔回復76周年 還是要百年孝慶 百年孝慶就是代表黃埔的傳統嘛 那賴清德代表認同這個黃埔這個體系 對軍人來講那個影響很大 那他如果說是不去 或者他認為這個是只是76周年來講的話 在台灣復校76周年 那就很明顯的跟要叫軍人 軍隊跟大陸做一個切割 所以我覺得今年來講 百年孝慶很重要 對很重要 我們今天晚上也會討論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因為馬英九目前可以說是庶民了對不對 雖然他是這個前領導人 但他現在身上沒有任何官職 在國民黨內也沒有任何的黨職 但正因為如此海闊天空 然後他在台灣的這個民意聲望很高 他背負著很多期待 那他算是這個有別於賴清德 台灣多數民意的代表 所以確實可以在大陸代表一下 台灣的多數講出一些心理的話 但是很多人鼓勵他 你要勇敢一點 對對對 步子跨的大一點 語出竟然你的看法呢 來留言跟我說 好來歡迎大家 我們趕快進到今天的第一題 哇這個人數進得好快 你看大家都說 哇今天立將軍 馬屎有念到 有我有念到你 AZQ到了正午也到了 然後正中也來了 哇你們好厲害 這個今天是廉價 你看大家線上還是很多同學 我們先進到今天的第一題 同樣給大家準備了兩題 今天這兩題都是借重立將軍的專業 軍事專業 一位在這個 我們的台灣的這個過去的前線 這個離島 金馬離島可以說是奉獻了一輩子的 一位這個將軍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講一下目前的兩岸局勢 包括中美台 他從軍事角度來看 看到了很多不尋常之處 但是我們先 第一題先準備的是一個國際題 當然也跟我們台灣有關 大家都說今日烏克蘭明天台灣嘛 這句話已經講了好多年了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俄烏戰場上的最新情勢 今年是這個第三年 當然這個恐攻事件也是一個大反轉 一個大拐點 所以到此刻為止呢 這個俄羅斯莫斯科的定義 已經從特別軍事行動 升高到了一個戰爭狀態 那既然升高到了戰爭狀態 有很多的限制跟之前的顧忌會拿掉 那所以一開始我就特別請教一下 這個立將軍從時節上來看 我們台灣這兩天熱得不得了 跟夏天一樣啊 在這個廣大的烏克蘭戰場上 也是雪融了嘛 有春暖花開了 記不記得上次的春季大反攻烏克蘭 不然說春季大反攻 不然拖到夏天才開大嘛 對 那現在呢 現在還有春季大反攻嗎 現在誰要攻 現在換俄羅斯要開始春季大反攻了 我覺得整個戰場的形態 已經徹底的翻轉180度了 所以我想說今天就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想從軍事角度來看 我們從這個戰略戰術 來做一個這個評比 評比一下雙方的戰略態勢來講 第一個我們講戰略來講 其實我覺得這次來講的話 大毛跟二毛打仗 真的是俄羅斯的這種戰鬥民族 他們沒什麼戰略可言 所以一般來講 沒什麼戰略可言 像烏克蘭 像這個拿破崙啊或誰啊 他們會有什麼內線作戰 外線作戰 他們完全沒有 就是完全是平推 然後就一個城市一個城市轟 其實這非常的粗暴 也非常的殘忍 但是問題是說 也達到那種震撼的效果 就是像個大的壓土機一樣 推土機整個平推的推過去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那就比看誰比較粗暴 誰的力量比較大 我覺得這種是雙方戰略上面 可以說沒有什麼這個 我們講的排兵佈陣 然後完全都沒有 就是平推 就是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打 我們現在看到也是這樣 但是目前來講的話 俄羅斯在這個今年年初的時候 打下阿富蒂夫卡跟馬卡林 這兩個城市以後 他等於現在進展速度非常快 當然這個烏克蘭地圖很大 我們感覺上不到沒有多少 可是他每天進展大概十幾公里 每天往前面推十幾公里 那為什麼他每天推十幾公里 他可不可以推二十幾三十幾 其實不是不能 而是他必須要考量他後勤運補 我後勤每天能夠運補 推進十公里來講的話 我就往前面推十公里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可以說幾乎每天都平均進展 十公里的速度 在這個冬天來講 因為這個大雪風山 所以這個運補當然比較困難 那現在運補會比較容易多了 其實運補除了說是地形的限制之外 還要考慮到你運輸的能力 就是你的這個補給點在什麼位置 你的運輸數據有多少 你帶一個彈藥沒那麼簡單 因為你彈藥到那邊卸下來以後 你還要回來再帶第二批的彈藥 就兵員補充這些等等 所以說我們來講的話 一般軍事作戰來講的話 還有你火炮要往前面推進的 這種時間你都要算進去在裡面 所以不是說一個追擊一次上百公里 那是不行的 所以你一定這個不管是你火炮前進 後勤資源火力資源 你都必須要整個能夠配合得好 我跟你講李楊君 因為最近俄羅斯公布了一個訊息 從這個開打到現在為止已經大概 佔了烏克蘭整個領土15%嘛 那如果再不停的話呢 你覺得這個往25%邁進 這會是普丁的企圖嗎 可能嗎 我覺得普丁現在很明顯的他的企圖 我個人研判了 這烏克蘭可能也是這樣想 就是他可能不是野心 他原來只是一個特別軍事行動的名詞 他只希望烏東地區去軍事化 對去納稅化 但是他現在已經把這個 所謂的軍事特別行動改成叫戰爭 那形勢就不一樣 這個名字改變代表他就是無差別 無限制的一個攻擊 那他目標會不會說 整個烏克蘭他都要拿下來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很大 可能整個烏克蘭拿下來 其實不是光我這樣研判啦 你看歐洲他們 北約為什麼現在那麼緊張 不管馬克宏講的話啦或者是誰 他們就已經想說你 普京會不會說是 這次烏克蘭如果戰敗的話 你就一鼓作氣把整個烏克蘭併吞 所以到此刻為止 這個有四個字叫做事實亡國 因為你看到一個這個國家成立的一些條件等等 你覺得此刻的烏克蘭當然了 這個勝負還沒一定還沒到最後的一個結局 但他幾乎已經符合了這個亡國的一個概念 那如果說這個當然 當然過去特別軍事行動那普京有所限制嘛 還是基於我們看到這個民族的一些情感等等 現在東部的那幾個地方 那現在如果是戰爭形態的話 整個烏克蘭全部拿下啊 那按照這種打法推進 您認為呢 如果說這是一個最終的一個目標 當然今年特別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 所以不管是烏克蘭打不打得下去 這場戰爭絕對不會停 那普京的想法是想什麼 第一個我覺得這個烏克蘭真的是打不下去 我從幾點來分析 這個就雙方來講 我們打仗講的是後勤嘛 後勤有兩大的一個是人力一個是物資嘛 人力來講雙方現在都在徵兵 烏克蘭也在徵兵俄羅斯也在徵兵 那俄羅斯徵兵50萬 烏克蘭也想要徵兵50萬 但是現在來講有一個有一個很嬉笑的地方 普京他徵兵他以前徵 所謂這義務役的兵他是不可以用到前線去的 可是你現在知道 他認為烏東這四個地方 已經屬於他俄羅斯的國內了 所以他這些徵兵是可以用到烏克蘭 用到烏東地區去的 所以他徵兵他就沒有這個限制了 所以這第一個就是 這個俄羅斯徵兵他可以用到前線 然後第二個就是 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雖然說現在要徵兵 其實澤倫斯基有很多的顧慮啦 因為他擔心現在民意來講反彈很大 對不對我這些年輕人到戰場上都陣亡 傷亡了 年齡也降低了 所以說他還有多少能力徵兵 其實是很大一個問題 這是人力的問題 第二我們講武器好了 武器來講的話 烏克蘭跟這個我覺得戰略型跟戰術型 戰略型雙方是蓋等 對因為烏克蘭有美軍或北約支援他們的 不管是英國的暴風營導彈 或者是愛國者飛彈這些來講的話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雙方來講的話 這個飛彈互相轟來轟去 互相都有一些 這個獲得勝利 不管是他把這個黑海艦隊擊滅了一些 或者是攻擊他後方的設施 但是這個俄羅斯也有他戰略型的飛彈 告死啦 匕首啦 我們前一次看到他也做大轟炸 所以戰略型的導彈 我覺得是雙方來講是蓋等 但是戰術型就差很多 戰術型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最常講的是炮彈 現在你要知道像俄乌那個地方 跟美軍在其他中東地區打仗不一樣 他們本來就是大陸軍主義 這個包括俄羅斯 包括中國 包括北韓 他們都是大陸軍主義 大陸軍主義簡單的說 就是大炮兵主義 就是你看現在北韓 中國跟俄羅斯 他炮彈的是可以源源不絕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這種軍事思想 所以他的這個炮彈生產的工廠 是以前就有了 不是說為了這次戰爭 他能增加這些工廠 但是反觀北約 他們就沒有這種概念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烏克蘭他們預估 他一天需要6000發炮彈 為什麼要6000發炮彈 因為他戰場有將近上千公里 你看一公里用6發炮彈 其實不多欸 對不對 但是他只能提供2000發 2000發也就是你一公里的戰線 只能有兩發炮彈可以打 那這種狀況下 你跟俄羅斯來講的話 他是你的5倍炮彈能量 那在這種大地型大陸作戰來講的話 炮彈是決勝的關鍵 那第二個戰術型的武器是無人機 我們經常講無人機 剛開始的時候 烏克蘭也獲得北約國家資源 他現在也生產一些無人機 但是我特別要講 這無人機剛開始都是 這軍事用的無人機 他成本相當高 所以我們不管講 美軍資源給他的什麼 柳月刀啦 或者是這些 這成本都相當高 但是現在俄羅斯 他自己可以生產一些 他不曉得從哪裡弄來的技術 這個可能一些民用型改裝的 哦那個生產數量很大 他可以一天上千架的 這種無人機的攻擊 而且也確實在戰場上 發揮很大的效果 包括美軍的M1戰車 都被他被這個無人機 打掉了5輛M1型戰車 所以在這種戰術型的武器 我個人認為是俄羅斯 在這一點是具有優勢的 那在人力上面跟戰術型的武器 具有優勢的狀況之下 那他又採取這種很粗暴型的拼推 然後不管是 這個武器的炮彈越做越大 我們上次有討論過 從500磅的炸彈做到1000磅 現在到3000磅的炸彈 所以我覺得這場戰爭後果來講的話 可能如果北約不盡快採取一些 預防的動作或資源的動作來講的話 那尤其是在北約現在來講的話 他的軍援已經很明顯的減少了 那我覺得北約現在來講 也開始做好這些準備 對我就是要問這個立將軍 因為說實話 這場表面上看起來是俄烏交戰 但說實話俄羅斯 他對付的不是烏克蘭 而是整個北約美西方加在一起 所以當然這個北約的介入呢 現在是越來越明顯 在開戰的第一年第二年 我們知道這武器啊 錢都過去了 掌聲都過去了 但基本上還是把頭低下來 那現在不是啊 尤其像法國這個馬克宏 所以俄羅斯最近也公布了一個訊息 說根據他們掌握 大概再過一兩個月 這個法國的部隊就要進入 當然這是俄方所公布的 沒有得到一個證實 那你怎麼看啊 如果說是俄羅斯對烏克蘭 當然是勝負一定啊 那如果接下來北約不演了啊 當然這個部分他的影響很大 可能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是我們假設啦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 隱蔽型的方式啊 這個迂迴型的方式 如果說北約跟美國加大力道來講 這個俄羅斯還有可能這個如意算盤 能夠實現嗎 我覺得北約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本來就 從歐洲的歷史看起來 他們一直都跟俄羅斯相處 不知道從拉伯倫開始或汽車的 但是這次我覺得轉捩點在哪裡 在這個就是俄羅斯的 這次的音樂廳的恐攻 這次音樂當然很多的證據啦 我們現在來講沒有確實的證據 也沒有人確實的承認 但是普京把謀手指向北約 因為從這次為什麼 那我也認為說是恐攻 是北約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是從目的來講 如果說北約 他們為什麼要撤中這次恐攻 你知道恐攻最大的威脅在什麼地方 反恐作戰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情報危險 就是你一定要獲得情報 第二個是預防第一 你一定要派很多的部隊在這個 因為你範圍太大了 你幾乎每個地方都有遭受到恐攻的點 所以你沒有情報沒有預製兵力來講的話 你一旦發生恐攻就像這次來講的話 會付出很大的傷亡代價 對民進世界也很大 那如果說如果再是烏克蘭 確實是烏克蘭跟北約合夥幹的這件事情 他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叫你俄羅斯把注意力 把兵力分散到你自己國內去 所以我們看到別爾哥羅多 這些地方來講 他對俄羅斯的境內實施打擊 你就希望能夠分散他地面部隊的壓力 就是烏克蘭地面部隊 會不會有一種目的 會不會有一種目的是說 我們看到如果說是這個北約幹的 那這是因為北約不會不知道 當然如果說這個造成極大傷亡 再加上普丁的那種性格 整個戰鬥民族來講 會升高整個戰爭的態勢 甚至整個打擊力道會更加強勁 但是目的可能就是這個 希望這個反正烏克蘭已經打成了廢墟 我說更慘一點 這樣可以製造一個正當性 讓美西方進入 對 我覺得美西方合理來講 我個人推斷是不會進入了嗎 其實如果說進入他早就進入了 他其實一開戰就已經進入了 事實上已經是進入了 他只是用僱傭兵啊 或這些民我們合理來講的話 像我們有些高 這個高技術性的武器 烏克蘭根本就不會操作 你不管是這種飛彈啊 愛國者啊或者暴風飲啊 或者情報啦 或者這些有型的就是 我有兵進去幫你操作 這些高科技的武器 然後用傅庸兵的名義進去 對 我是說這個進入 有很多種方式嘛 有一種進入叫做 你說我進入了 但我說我沒有 我說我是傅庸兵 我是退伍流進入 過去都是用這種方式 或是說你說我進入了 那我就默不作聲 這也是一種進入 所以但是基本上在過去 在這個部分 美國跟西方都是否認否認否認的 沒有 那現在好像已經到了 比較默不作聲 或是抱以為笑的這種感覺 那接下來呢 因為最近特別是馬斯克 就是這個特斯拉老闆 他不是在講嗎 他叫烏克蘭趕快去和談 再不和談的話 你奧德薩就會打掉 所以我想問一下 這個奧德薩 其實我們過去也談過很多遍 奧德薩在這裡嘛 大家知道這是烏克蘭唯一的一個 唯一的一個這個港口城市 奧德薩這邊是黑海 那如果說是奧德薩拿掉的話 烏克蘭的話 還真的變成黑陸國 對 所以你覺得呢 這丟掉奧德薩的可能性很高嗎 很高 第一個就是說 就軍事成績來講的話 大概烏克蘭 俄羅斯現在來講 他黑海艦隊 大概被攻擊了 那被打掉三分之一了嘛 幾乎都是從奧德薩打的 那對他來講的話 我把你奧德薩打掉以後 那對我來講的話 威脅性就比較小 所以一方面是軍事上的 那經濟上來講的話 然後奧德薩把你控制以後 你的這個 糧食沒辦法從這邊出口 那你勢必要從 波蘭那邊出去 那波蘭現在已經反彈了啊 對不對 你的糧食造成我 歐洲糧食大亂價格大跌 然後農民已經抗議了 所以這也是從經濟上面角度來看 那之所以剛剛講說 北約會不會正式的進入 派正式的部隊進入 我覺得不會 歷史上面 北約從來 歐洲的國家從來沒有戰身過 這個俄羅斯 不從拿破崙 希特勒 所有人都沒有戰身過他 而且如果是正式進入的話 他土地太大了 真的是一個第三次事業大戰了 而且會敗在什麼 敗在天氣將軍 所以你覺得就算正式進去 也是輸是吧 也是輸 也是輸 因為俄羅斯來講 他土地太大了嘛 就像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跟日本作戰 我們有一句話 就是說以空間換取時間 俄羅斯還有這種本錢 他土地那麼大 他就用空間跟你換取時間 然後拖到冬天的話 你的後勤補給 形成困難之後 你就沒有能力運服的話 就開始反攻 所以北約部隊是不敢進去了 那他現在裝槍做事 他只是希望說 你就算是打掉烏克蘭好了 我們以這個地方當作緩衝區 對我們這個歐洲國家 跟你俄羅斯的一個緩衝區 我們以烏克蘭當作緩衝區 那我們雙方來講 這個那我在想說 北約不可能有那個膽子 進去打俄羅斯 所以現在俄羅斯 如果要去拿這個奧德薩的話 你預估這個時間點會是什麼 什麼時候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把奧德薩站向 因為你要知道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 今年就會做這動作的 奧德薩旁邊有摩爾薩的國家 他是跟北約合作的國家 但是摩爾薩的旁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小小的地方叫什麼 叫德佐地區 那條河的左邊 就在奧德薩的旁邊 他是向著烏克蘭 向著俄羅斯的 所以俄羅斯大可以 就跟德佐合作 把奧德薩拿下來 只是說他當初來講的話 可能還會考慮到北約 顧慮啊 他只是特別軍事行動 他的坐在目標沒有設定 要打到奧德薩 但是如果說現在他用戰爭行為 來講的話 他有這個條件 因為德佐 德佐是民眾啊 是惡意的 然後旁邊的這個 奧德薩他們來講 摩爾瓦多啦 是本身是比較像北約的 那他們會欺負德佐的民眾 所以這個普京有可能說 我為了保護我的 惡意的民眾 跟德佐來講合作 那這樣的話 奧德薩就非常的危險 那如果說奧德薩失守的話 這個烏克蘭就徹底 變成一個內陸國家啊 然後呢現在是處於事實亡國的一個程度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真的就是亡國了啊 那當然這個雙方還是同一個民族啦 不過最近我們也看到了 烏克蘭當然他還是有些零星的勝利嘛 比方說他最近他的這個無人機啊 那深入了這個烏克蘭的 深入了俄羅斯一個內陸 他要去炸那個卡姆斯克這個煉油廠 那這個煉油廠呢 他是每天產36萬桶這個原石油啊 但是這個地方啊 雖然他是被擊落了 但是俄羅斯應該是下出一身冷汗 因為等於是說這個無人機飛飛飛 飛掉了俄羅斯的內部 大概1200 1300公里左右 這麼深入啊 第一個就是他的無人機的這個 聽說是犧牲了這個加裝油箱 是吧他可以飛3000多公里 所以這個無人機的續航力 第一個是是不是提高了 那第二個呢 這是表示說俄羅斯打到現在為止 他的空房各方面 也出現了一些漏洞嘛 哎對確實沒錯 這個我們這為什麼他可以飛到 好像是1200公里 把那個目標區1200公里這麼遠 飛這麼裡面 但我想說這代表兩個含義 我們自己臺灣也要注意到 就是雙方作戰來講的話 幾乎都是找敵人的這個 後勤資源能量 會打仗的人去打 所以我們有句話叫做 大軍衛動糧草先行嘛 那你打仗一定先把對方糧草打掉 你沒有後勤資源你就 大概戰力就歸零了 所以都是打對方能源設施啦 或者是後勤裝備啦 或彈藥庫幾乎都打這種目標打 那這次我覺得 烏克蘭為什麼他的無人機 可以飛那麼遠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什麼 就是他的 俄羅斯的A50預警機被打了兩架 他等於說空中的警戒能力來講 我想我講過很多次 真的空戰能力來講的話 不是看戰鬥機你飛得多遠飛得多快 而是你後面來講的 你那個預警機能夠警戒的範圍 現在這個解放軍他不是 福建建說空警600 他戰力會增加5到6倍 就是因為他的預警範圍可以增加 所以說那時候 這個A50被打掉大家都很訝異 說怎麼可能被預警機被打掉 而且打掉兩架 他是在後面 前面有戰鬥機他雷達又這麼強 有飛彈對他襲來他應該可以預防的到 他應該可以閃躲 或者是他別的戰具去把這飛彈攔截掉 但他居然被打掉 可見烏克蘭我們不要小看烏克蘭 他打到現在他還是累積了很多的 這種戰術經驗或者是技巧感 而且他可以連幹兩架 那我在想說這兩架對俄羅斯來講的 空防來講其實損失非常非常的大 也因此烏克蘭才有那個機會 用深入1000公里去做這個 打擊他的這個練武場 對 嗯嗯 沒有您繼續請 我看一下望遠的留意 我覺得說這個 所以在作戰來講的話 我們不能說光看雙方來講的話 說第一線兵力啊戰車啊飛機啊大爆 真的要知道說一個戰場上 能夠最後決定勝負的 我們經常講就是後勤嘛 像拿破仑作戰來講 他第一件事情 他就是把敵人的補給線給你切斷 然後才能夠所以說現在烏克蘭來講 他也是打這個 然後有本事的就是打什麼打預影機啊 或加油機這些飛機來講 打掉你前線的這些飛機都沒辦法起飛 我們講空軍制空作戰 有一點也很重要 其實不是去打飛機啊 你不要以為飛機纏鬥好像很雄壯 最重要就是我把你機場幹掉 讓你飛機起不來 跑到炸掉以後你飛機起不來 你根本就你再多的飛機你都沒有用 這也是我們臺邦防衛作戰 我們必須要警惕的啦 現在來講 我們這個兩岸雙方來講 不管是這種精準武器來講 戰力差別確實是有一段差距 這個我們必須從惡物戰爭之中 我們對我們來講 我們自己要學到的一些經驗 你看他攻擊的都是 這個什麼預警機啦 或者是這個加油廠啊彈藥庫啦 或者提供他遠程的火爆 遠程火爆就是我能夠打你越遠的 這個後勤補給彈藥庫 那你本來往前面送一天的路程 你現在為了防茹羅達 你往後面退 你就沒有了嘛 就像這個為什麼我說會打奧德薩 你知道現在黑海艦隊被打 打成這個樣子以後 他的艦隊一定要向後退嘛 對 他向後退來講的話 他對奧德薩的威脅性就會降低嘛 所以我覺得這後續來講的話 第一個我個人認為說 俄羅斯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得到 我預言啦 很快就可以看得到俄羅斯做春季 不用等到夏季 他春季已經開始反攻 而且他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烏克蘭來講的話 在春季反攻 他能夠打成什麼樣子不知道 畢竟烏克蘭這個土地 還是很廣大的 那打的方法一定就是 一公里一公里的往前面推 一公里他不會說是好像我只取 射人先射馬 只取基附啊或只取哈爾克 他就一順順給你打 每天給你推進10公里 每天給你推進10公里 其實我覺得如果這種打法 然後又用這麼準備好 這麼大的炸彈去轟的話 我們所謂拆樓神器 那一顆炸彈下去 大概一棟樓就沒了 那我覺得最可憐的是這些老百姓 對當然這個在烙丸報裡面 當天這個麗將軍也在 我們有特別討論 在烏克蘭東北部蘇美洲 俄羅斯丟下了溫壓彈 大家有看到那個畫面嗎 炸出了這個殉狀雲 這溫壓彈我們過去討論過 大家看到沒有 遠遠這麼遠的一個這個距離 看到非常非常的清楚 這個極度殘忍的一個武器了 當然到此刻為止 烏克蘭也說這不是第一次 但是就意味著 普丁是下定了決心 在恐攻之後 把過去原先設定的目標 做了一些調整 那奧德薩的部分大家也想到 事實上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普丁接受了當地電視臺的訪問 大家知道普丁談笑風聲 他當時他就說 奧德薩一直就是俄羅斯的城市 所以當時去年年底大家就想說 你對奧德薩有興趣 然後他亦有所指的說 還有一些可選的目標可以公實現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覺得普丁對奧德薩是有企圖的 再加上這個恐攻事件 對普丁來講更是無所顧忌 所以烏克蘭最後從現在的事實亡國 到最後的最終亡國 這個路途會有多遠 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待會要進到下一題 我最後一個問題請教一下 立將軍你預言一下 因為我看到來自一份調查顯示 但是在過去烏克蘭境內主張說 割地來換和平的大概只有9% 那現在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19% 就接近20% 幾乎是每個五個烏克蘭當中有一位 是願意是割地換和平 但是如果說以普丁這樣勢如破竹 暫時推進很順利的話 你覺得現在來講這個和談 以目前的這個情況來說來得及嗎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我覺得你現在普丁很明顯的 從普丁的談話或者是 那天那個哲倫斯基講話 已經有一點勢軟了 對對對 已經勢軟了 我願意現在的那個地方來談 對 他以前是絕對不肯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在談判桌上面 一定是戰場上面得到的才能夠 你戰場上面 如果說我能夠 我能夠吃下你整個烏克蘭 我為什麼要這時候再跟你聽話 而且你剛剛講的奧德沙 我覺得普丁一定會拿下來 一定 因為第一個奧德沙 他很多惡意在裡面 他旁邊那條德左地區 就是惡意的民眾 佔了多數 他一直認為這個是他的領土 跟烏冬一樣 而且他如果說就軍事上來講的話 他取下奧德沙 他可以避免自己黑海艦隊 遭受到攻擊 而且可以整個完整的掌握到黑海 然後在對他來講 以後不管是軍事的部署 或能力來講他一定跟大 這是一個很肥的一塊肉了 那普京來講如果他有能力 這時候他已經有這個能力吞下去了嗎 他一定會吞下去 他不會說是好像說到口的肉 我花那麼大力氣 花那麼大精力 我已經到了我口邊 我把它吐掉不吃 我覺得烏克蘭很可能到最後變成什麼樣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雙方有依照他們這種民族個性 他會不會到最後就是跟俄羅斯 波蘭跟俄羅斯把烏克蘭瓜分掉了 對對是啊 因為波蘭對這個烏西是有企圖心的嘛 對他一直認為人間是他的 然後俄羅斯也認為說烏冬是他的 所以雙方來講 會不會到最後有這種 這種就是雙方談好 就是把這個烏克蘭 所以如果說要跟俄羅斯和談 如果說找個一年 也許還有可能 但是到此刻為止 李將軍講得太對了 戰場上得不到的 你談判桌上也休想得到 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緊接著進入下一題 我們要來談一下兩岸了 來我要特別感謝一下 宇初金人 他抖內回答我的問題 他說馬英九膽大一點 就是說共謀統一了 而不是台灣一些被美帝洗腦專家 543的觀點 洗馬會主要就是要促進民間交流 讓兩岸降溫 但是美國會全力毀掉馬英九的效應 所以你們媒體要有自己的思想 而不是被一些漢奸來帶風向 否則歐老闆很難回來了 幫我跟歐老闆問好一下 港珠澳是前天的 台灣學生非常喜歡港珠澳 你們竟然漏掉了 我早就說過少說政治 好的謝謝宇初金人 感謝 那這邊有一位給我問武安 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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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 錄一下威廉 姓章謝謝你的鼓勵 還有這個金柱 金柱到了 然後還有好多 他說我緊張 派別人說將軍太緊張了 因為第一次點名 一定會緊張 謝謝麗將軍 麗將軍就是個浪漫的 好來 David David來了 然後秀芬 大分都是我們賴碗報的好朋友 歡迎很多新同學進來 這個時段 跟賴碗報的時段 賴碗報的時段 因為是晚餐時間 很多要注意吃飯 應酬啊等等 所以很感謝這個線上同學 排除萬難 有時候我看到他們留言說 開車在路上回家 都把車停在路邊 來跟網友互動 看了非常的感謝 那今天也是親密連假 謝謝大家都有準時上來 那中途有時候要離開沒關係 但記得要記得幫我補課 補課的時候按個讚 好 我們緊接著進入今天的第二題 歡迎大家收看世界越來越爐 在前幾個禮拜 賴碗報可以說是大篇幅的 獨家有別於其他政論 節目我們大篇幅做了這個金門 在整個四月份要進行 對海實彈射擊的部分 當然這個中間呢 因為我們不是軍事專業 所以我們很多細節 跟這個麗將軍請教 麗將軍給了我們很多提點之後 我們真的覺得 對兩岸來講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謝謝麗將軍 到我們的節目來 也把這個圖啊 給大家講了很多細節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比較不夠 所以如果沒有跟上的同學 記得要回去補課 能夠豐富一下 你的這個這方面的知識 所以今天難得請到麗將軍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事情 再講得細一點 那當然到現在呢 他就是踩了煞車 踩煞車的過程也很不尋常 那天在賴碗報當中 我跟大家講了嘛 我們這個新聞人 總要知道新聞是怎麼出來的 但是赫然發現呢 他這個新聞呢 國防部幾乎沒有公布 月數也沒有公布 交通部也沒有公布 都沒有公布啊 所以是一個這個記者呢 很好奇 今天不是要涉及了嗎 然後呢然後跑去問國防部 國防部才輕描淡寫不痛不癢的 給了這樣一個說明 那當然時間點對看呢 就是AIT主席Rosenberg剛來 然後呢我們停了之後呢 這個習近平又跟這個大陸國家主席 這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又跟這個拜登通了電話 當時應約通了電話 今天葉倫也到了 然後馬上布林肯也要去了 所以整個事情加在一起都透露著 種種的不尋常跟古怪 今天麗將軍在現場 我們就來看一下啊 麗將軍昨天傳給我他一篇 他寫的一篇文章 今天在這個 中共時報上登了啊 是我特別講 他用痛心疾首這四個字來形容 為什麼 就是說國軍現在來講的話 已經本來是雄獅部隊的 現在已經被變病貓了 這個確實是讓人家很難過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孫子兵法有一句話 叫亂軍隱慎 什麼叫亂軍隱慎呢 就是說如果說是不懂軍事的 這些政客 你硬要去指揮軍隊來講的話 就會把軍隊軍心 造的既惑且疑 就很迷惑 我先打個岔 我要這樣講 就是說剛麗將軍說 第一個如果說不懂 不懂軍事的話 政治領導軍事 但是如果政治主政的人 不懂軍事那就是個災難 所以第一個我們在想說 金門這個時代射擊 誰下的令 蔡英文嗎 蔡英文懂軍事嗎 這是一個角度 那另外一個角度 過去我們看到 這個台灣的軍隊是雄獅沒有錯 但此消彼長 今非昔彼 現在態勢完全不是這樣 而且現在和平 才是兩岸人民最大的一個訴求 不要戰爭 所以還有沒有必要 今天我要特別請立將軍 到節目現場來看一下 整個金馬過去的最前線 那個角色是不是需要調整 我覺得這東西要勇敢面對現實 其實金馬地區這些駐軍 其實我個人來講 已經覺得說沒有這個必要 用軍事角度來講就沒有必要 我們軍隊作戰講就是集中與節約 你要決戰的地方 你要集中兵力 那你現在幹嘛要把兵力 再浪費到金門馬祖這些地方去 其實就兵力部署來講 是絕對錯誤的 你這時候反而應該集中兵力在台灣 預計是時空形態已經改變了 那以往來講 因為金門馬祖來講的話 我講名了 我今天也給你報個料 原來金門地區是準備 要反攻大陸 所以在那邊住了10萬大軍 那底下我們經常看到 你看到那些坑道 就是放兩棲登陸艇的 從那邊直接 直接登陸搶灘進去廈門 進了廈門以後往哪邊打 你知道嗎 進了廈門以後 然後奪取廈門福建之後 就往東邊打 打廣東 不是往東邊打 打到廣東 因為廣東很複數 對不對 有工廠有農業 所以提供 等於說是一個復興基地的那種概念 它有工業生產力 有農業 有人民可以徵收 有壯丁可以拉 對不對 在這種狀況下 在那邊站穩腳跟以後 就往北 往北越美里 經過湖南 湘江 達到長江 然後再沿著長江南下 整個反攻大陸的計劃 對 這原來我 這是我自己 這不是國防部的作戰計劃 我不敢講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當初如果說我是 我是軍人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說是要反攻大陸 可以這樣子來做 不過這應該是40年前的計劃 對 那時空已經改變了 這時候你如果說是我 只要保衛確保台灣的安全來講 你就應該把兵力 其實好幾年前 就應該把兵力撤回台灣 那現在來講有沒有撤回 也撤回了 但是你留個三千人在那邊幹嘛 沒有意義了 對不對 那三千人到最後你打也不能打 這個隨時就沒有 不止啊 包括烏丘也有駐軍嘛 那都沒有什麼態度 只是政治上的象徵意義 可是問題是說 你如果說純粹政治上象徵意義 我們要評估 軍人來講的話 你要會判斷敵我行事 對不對 敵人來講會不會需要這個地方 他不會要這個地方 他要你烏丘幹什麼 那也不會 所謂烏丘烏丘就是一塊 黑色的大石頭 他要那個地方幹什麼 對不對金門來講 這個金門的老百姓 跟廈門已經是很好了 你在那邊駐軍其實只是 真的是沒有太大意義 你保護誰啊 你是保護台灣還是保護金門的老百姓 第一個從軍事來講沒有意義 那第二個從這個兩岸希望 往河的這個方向來講 也是沒有意義啊 那第三個我覺得 立將軍特別不忍 就是說立將軍過去長期在列宇 就是小金門擔任指揮官 那大膽啊二膽啊 再熟悉不過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包括之前前幾天有一個這個二膽的 不是一個無人機嗎 去拍了二膽的這個官兵 因為拍得非常的清楚 然後所以就有很多冷嘲熱諷 說台灣這些這個軍人 看到就嚇得彈藥也丟了 就是這個倉皇逃走等等 那當然啦我自己 我自己完全能夠理解 這個立將軍的心情 過去那都是您的子弟兵啊 但是現在呢被冷嘲熱諷 壓力都在他們的身上 我都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接受懲處 你怎麼來看待 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這個為什麼通行一首 因為這個我必須要講啊 這其實外島這些離島的官兵 生活非常的辛苦 他們連水都沒有 必須要用海水淡化機來補充這個水 那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 就讓不管是兩岸的 我們包括我們台灣人也在也在嘲諷 包括大陸也在嘲諷 所以讓我很難過 所以這些官兵技術 他他今天只是奉命行事 你國家交代我做什麼 上級交代我做什麼 我按命令來做事 你不准我開槍第一級 我也只能老老實實在那 不敢開槍第一級 那無人機來的話 你也沒有給我應對的工具 武器裝備都沒有 那大家拍了這段影片之後 只有在那邊被嘲弄嘲笑 我覺得與其如此 真的是 如果說是我們真的是 沒有必要把官兵放在島上 被他嘲弄 你再又無力 對不對 然後這個防禦你也沒有這個必要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建議說是 就勇敢面對現實 把這些離島的官兵撤回來 不然你會在那邊 其實大家其實沒事就好像是一個 我講的沒錯嘛 就跟病貓一樣 他沒事被人家玩弄一下 你看那無人機第一天來 第二天又給你來一趟 這已經今年不是第一次啊 我說去年幾年就好多次了嘛 每一次來新聞就炒一波 每次來這個基層的軍人 其實就是 就被羞辱一番 被羞辱被戲弄一番 但這個部分你是擋不住的嘛 對不對 這個無人機來 然後而且現在都是高清的畫質 那裡面可以做文章的事情太多了 立將軍最能夠理解這個前線 我們看到這些駐軍 他們的一些辛苦 還要承受這麼大的一個壓力 所以回來我們再講 那當然這次金門的這個對海實彈演習 後來就突然之間默默的臨時喊停 說實話 從他當初的這個大張旗鼓 整個四月份要進行實彈演習 到後來喊停台灣 並沒有太多的媒體報導 那那天碰到這個蔡正元蔡委員 他也跟立將軍開玩笑說 我給你打賭打贏了 因為尤其是施雨那個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當然這個施雨的這個位置 是非常非常的敏感 因為他就在這個 在這個雷武電航道上 那所以當時呢 本來規劃4月11號跟4月25號 施雨要進行對海的這個實彈演訓 那時候立將軍在我們節目中就問了一個大哉問 請問這個子彈是要往西打還是要往東打 往哪個方向打 如果說這個 往這個方向的話 那廈門還得了啊 得了 那當然了 現在 對不起 對不起啊 這個聲音要關一下 那雖然這個停了啊 所以第一個我要問立將軍啊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施雨這個地方啊 當時立將軍說 如果是往廈門方向打的話 幾乎百分之百就是會出事 鐵電出事 那現在停了啊 現在又換到了這個 烏丘 換到了烏丘 那烏丘的時間更奇怪了 他是在賴清德就職的前五天 5月14號跟15號 所以立將軍先講一下 為什麼當時你一看到這個圖 一看到施雨要 這個進行這個事情 你就說一定會出事 因為我講這件事情啊 這個剛開始金黃部公佈這個涉及地點 因為臺灣民眾 或甚至於有些大陸的民眾 他們不曉得幾個地方的 實際位置在什麼地方 但是因為我們節目裡面討論 包括很多人 其他媒體都不知道 就大家一看到就哎唷嚇一跳 原來這麼嚴重 是這個地點 那子彈打出去了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不要以為說子彈打出去 他就這個這個 按照我們電影上面看到 他打到水就沉下去了 不是 他會打水漂的 漂漂漂漂漂 他就會跳過去了 你知道這個會跳多遠 但是我們不敢預料 因為在談到水上以後 他往哪邊談 過去就出過市嘛 對出過市 然後甚至於我們預估的 那個在兩岸之間 我們有試射過一發炮彈 就本來是朝另外一個方向打 就沒想要被風吹到大陸去了 大陸是個老百姓的 無辜老百姓兩重傷 這個兩輕傷 其實這都很容易 這就是所謂擦槍走火 要不是說是雙方來講的話 那個時代啦 雙方來講 彼此都有善意 都知道說這不是故意的 他們也能夠了解 不然就互相開炮了 那如果說以現在賴清河當選的話 我們今天有一發 尤其是你是已經擺明了 我在這邊演習 你萬一有一發炮彈 有一發子彈彈過去來講的話 那對岸一定不會認為說是你是不小心打過來 他就一定反擊 而且他的民意來講也絕對不能再接受這種事情 而且重點是整個大陸這個我們看到他這個近於期從五月才開始嘛 對 對從五月之前 目前都還是這個捕撈的季節 所以我們看到這六個島輪流進行對海的這個實彈射擊 它的這個風險是高的 那另外也等於是說 就是大陸漁民通通不可以來啊 通通不可以捕獄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當初雖然現在已經停了 我還是要問一下麗將軍 你怎麼看待 以你在當地待了這麼長的時間 這是一個例行還是一個 極不尋常的一個特殊狀況 那下這個指令的 你覺得是臺灣的防護部門嗎 這個防護 我那天其實我在節目有人已經講過了嘛 對不對 給邱國正十個膽他也不敢下這個 當此刻為止你都覺得不是修國正 就那天我已經講了 那證明我講的是講對的 對不對給他十個膽 那更不要講金防部指揮官 那部隊有沒有訓練有訓練 但是以往來講 因為雙方來講是一種就是和平時期 所以說大家來講的話 他知道你在訓練部隊 哪個部隊不打靶 都一定會打靶 但是我們不會在私語那個地方打 不會在蒙古語那個地方打 因為那地方太敏感了 不小心就插槍走火 就打到人家漁船上面去了 所以大概再會找一個就是說 像我們台灣這個方向來做一個演練 來做一個涉及 因為所有部隊都必須要做涉及嘛 所以只要了解當地這個態勢 不管是您不管是邱國正 我相信接到這個指令之後 從軍人專業來講 都是其其以為不可的是嗎 對其實演習對軍隊來講 對雙方政治是指導軍隊的嘛 軍隊是政治的延伸對不對 但是政治也必須要軍人的支持 對軍事往往會影響政治 我講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 陳水扁在漢光24號演習的時候 他後來我們都準備好了 他沒有來參加 他沒有來組織 我們演習就後來由國防部長李傑來組織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陳水扁為了要跟對方表達善意 就是我不去釋導演習 我是一種善意的表現 那對方也接受了這個善意 我覺得那時候是很好 所以說陳水扁他才後續 他敢去大膽島上面做 這個大膽的這個查訪 邀請對岸過來說 在大膽喝個茶聊聊天 那是雙方互表善意 那是陳水扁主動釋出善意 那從這件事情我們就知道說 演習來講的話其實 雙方來講都會帶著高度的 政治的那種眼光 來看你這個演習 你是停止演習 還是繼續在這邊演習 可是蔡英文馬上就要卸任了 卸任的最後這個月 他做了這樣的一個指令 絕對是他拍板定案的 那你覺得這個用心是什麼 特別是烏丘 那個時間點選擇在 他交棒給賴清德的前五天 我覺得烏丘這件事情 只是公文來不及撤了 這個一定會撤的啦 不太可能會在那邊打 烏丘的兵力更少 只有 但他當時下這個指令的時候 他不會不知道520是救治大典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蔡英文他心態上面 他覺得他可能在他交班之前 因為現在金門來講的話 我們大家都說嘛 金門的這個執法水域 已經被中共沒收了嘛 他想要把執法水域 這個要回來 我用設計 你看他打的範圍大概就是 也是在靜置線範圍之內 就是讓你的大陸遺傳 不要再進入這個靜置線 我覺得這個意識含義比較大啦 就是我交班的時候 所以金門的水域 靜置線還是在 我並沒有撕掉 那你後續來講 賴清德會不會撕掉 賴清德去做決定 但是我對國人有個交代 他一廂情願的想法 就是在他卸任的那一個月 對 金字線就約回來了 對 你看他打的範圍 兩海里嘛 兩海里大概三千多公尺 三千多公尺就是我們金字線 我們金字線是4千到6千 跨的距離 就是在金字線裡面 這時候我公告了涉及區域範圍 你大陸的漁船 這時候因為我在這邊要做實戰演練 你的漁船 你不要進入這個地方來 那這個範圍剛好多少 就是我們的金字線的範圍 那我覺得蔡英文想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最起碼在我交班的時候 金門的水域並沒有被沒收 金字線水域還在我手上 那之所以油會被沒收 賴清德那就是你的事情 對 所以立將軍 立將軍肯定的認為說 下這道指令的是這個蔡英文嘛 那現在緊急踩煞車了 你覺得是誰是美國嗎 是美國當然是美國 羅森博哥他大概第一個 他聽到演習他也很緊張啦 他會不會雙方插上走 可是我相信羅森博哥 所以這個演習之前 應該是沒有智慧美方 應該是沒有智慧美方 而且就是說如果說 你不要講說是羅森博哥 包括我們自己臺灣很多的媒體 他說不曉得私語在什麼地方 復興語在什麼地方 蒙語他沒有概念 他是覺得不對是不是例行性的 這種演練打拔在拔場上面打一打 大概大家觀念都是這個樣子 但後來一看 哎呦原來是這麼明顯的一個 政治針對性的意圖 我想說是不是因為我們節目講的 大陸網民才發現說 原來你居然敢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 我看到大陸網民都用我們 發了這張地圖 對 他就發現說 原來你針對性這麼強 就開始反彈了你知道 那陳兵華他們才發現說 原來你們臺灣要搞這一出出來 不是很單純的 只是部隊的例行訓練 所以我覺得後續才演變成這麼大 那你看4月2號要設計 4月1號半夜才停止喊咖 對 是 他是清晨5點開始設計 哎呀你聽國防部喊咖那個理由 真的是 你說誒誤很大 所以我們停止設計 你相信這種理由 誤大這個海鄉不好 所以這個停止設計 但是根據這個 跟這個國防部發言人通話的記者 他有問 他說那是不是整個4月都停 他說我可沒有說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你就大膽講 我覺得當個軍人軍隊 你是現在來講 我們國防部也很為難 所以為什麼說 誰把國防部搞成這個樣 軍人搞成這個樣 就是你政治上面 你不讓國防部講真話 對不對 你還在那邊扭扭捏捏捏 你蔡英文這時候應該勇敢出來面對 你是三軍統帥 你不能說軍事跟你一點都沒有關係 這時候做這個決定 當然是三軍統帥做的決定 對不對 絕對不是參謀總統 也不是國防部長做的決定 那你今天你就說 我覺得也很好啊 你說我們這次為了表達善意 對不對 為了避免身高衝突 為了避免誤解 我們叫國防部停止這次設計 我覺得如果說 你蔡英文願意出來講這種話 你也不會丟臉嘛 你也保住你的這種 我最後一點時間 我要問一下這個 立將軍 美國過去在台灣不管是金門 在我們的前線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美國來講的話 他是不到金門去的 我們講台海中線是美軍畫的 那他們那叫戴維斯中線 是美國的空軍一個準將 戴維斯畫的 他說他畫這條線是畫給他們自己美軍的 就是說我們美軍來講的話 不過這條線 對不對 那他是一種交戰程序 就是說如果說共軍飛機起飛 在這個中線 戴維斯他畫這條線 以西來講的話 那我警戒 但你過了這條線我就擊落 那時候美軍的規則是給 是給這個我們講的中線這樣 所以你看83炮灘的時候 美軍也沒有過這條線 所以美軍來講我個人認為說 他不會到你金門去 所以後來的綠扁帽呢 我覺得這次來講的話到底綠扁帽 其實怎麼講就像是烏克蘭一樣嘛 後來有沒有用就是 你沒有光明正大公然的進去 你沒有用軍隊進去或者什麼進去 但是你用個綠扁帽 這種小部隊啊 其實我自己在金門都接觸過美軍 怎麼沒有美軍 當然有美軍啊 對不對 只是他們在那邊做穿個便服 做一些比較特殊的任務工作 做執行一些特殊任務工作 一定有嘛 怎麼沒有 但全世界到處都有美軍 對不對 只是說他有公開跟沒有公開 就像這次北約要進入烏克蘭一樣 他有公開 他是正式帶著部隊番號進去 還是說只是一種僱用軍 或者以退伍的名義進去 我跟你講 美軍早就在我們台灣 我們有時候 以前我還在職的時候 我們兵器推演或幹嘛 都美軍經常跟我們一起推演 然後 美軍當初太平洋艦隊友很佩服 啊 真的嗎 真的真的 跟我們說說這個故事 怎麼說 他兵推嘛 因為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們那個軍團司令 剛派任新職嘛 他剛來接這個軍團司令 他對我那時候在八軍團 南部軍團來講的話 他對南部軍團的兵力部署啊 或雷達戰設施啊 或什麼都不是很了解 那我很清楚 哪個雷達戰是用什麼型號 他政策距離有多遠 遠程的近程的中程的海岸的雷達 那我都很清楚啊 他來兵推他沒有做功課啊 不是這個太細了 這個太細了 然後他兵推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那如果說船到什麼地方的話 你們怎麼掌握到這條船 我說因為我這個地方 有一個什麼樣子雷達 所以我們可以掌握到啊 他就問我說是 這麼專業 共軍來講的話 他掀起會用什麼部隊 那我就跟他講 他說我是情報處處長 所以我也很清楚 這個在潛伏到我們台灣第五重隊 有怎麼樣我們掌握到什麼程度啊 後來那個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 他是退伍的 他說你們台灣還有這種將 你還不錯 還可以知道說這麼 就是說對全整個南部半島 一地一物的每一個雷達性能 每一個火炮的這種射程幹嘛 都可以很清楚瞭解 對那是當年 那大概是幾十年前的事情吧 我就要講啊 我們現在可能很難 拿幾十年前的事情 放在現在用同樣的標準 去處置或是對待 因為第一個此刻 大陸這個國力崛起 他的軍事力量崛起 另外這個大陸 我們看到這個面向全世界 這個大國姿態的一個展現 站在和平的這一端 那當然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民族復興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台灣人當然也是中國人 從法律上來看 所以我問一下麗將軍 當初這個美國來幫忙啊 台灣人民跟這個美國 是非常友好的 但是此刻呢 你覺得這個美國 對於台灣很多的一些軍事指導 包括像我們打巷戰等等 對台灣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其實很明顯一件事情 我必須要講啊 從地緣戰略上面來講 台灣對整個這個 不管日本韓國 甚至菲律賓 甚至美國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這個如果說 大陸來講 他之前沒有這個能力 他現在確實有這能力 第三艘航母出來了以後 他勢必要向海洋發展 他向海洋發展 他現在被封鎖在第一島鏈之內 他要突破第一島鏈 唯一一個突破口就是台灣 這無可諱言的 也不可避免的 那美國來講要堵住中國 他也勢必一定要堵住台灣 所以中美雙方來講 一定是在台灣較勁 這是從地緣上面來看 勢必是如此 那美軍來講的話 他現在就是說 他認為自己沒辦法 就是說他不願意犧牲 他的子弟兵 到台灣來幫台灣打 所以有一個就是說 我就包括所有的嘉賓 還有當然像我們的 內部工作同仁 只要理解這個事情 對於這個台灣要打城鎮戰的指導 其實大家都很不能接受 而且很不能原諒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在胡說八道 怎麼可能打城鎮戰 城鎮戰其實對攻守雙方 攻守雙方來講都是地獄 都是地獄 我們 先我跟你講一下 我從入伍到我退伍 這段時間我們台灣所有作戰計畫 很多北中男人作戰計畫是我寫的 從來沒有承認戰 以前我在的時候說 最後就是一定是在攤岸決戰 我跟你講為什麼要攤岸決戰 你知道嗎 因為敵人敵人兵力最弱的時候 就是在登陸那一剎那 他兵力最弱 戰力最弱 這個時候你不去打他 你等他上了岸以後 你根本就打不動了 所以說你讓敵人上了岸 你在城市裡面跟他消耗 你消耗的不是敵人 你消耗的是自己 對不對 所以你為什麼 我們作戰理念來講的話 我跟人家打拳擊 我一定趁著他這個 這個體能最弱幹嗎 我去攻擊他嘛 那你怎麼會等到他 這個建立了探頭寶 然後後巡物資 戰車什麼都送上來以後 你在城市裡面再跟他周旋 我們台灣有多少重生 給你打成人戰 你不要講你絕對打成人戰 台北市我守不好 我是台北市威脅師 你光台北市以後 這我們講阿富迪夫卡戰役來講的話 俄軍為什麼能夠突破 他從地道裡面給他鑽進去 那烏克蘭就是沒有守到那個地道 那我們台北市 你看看那個捷運有多少個地道 你每一個地道你怎麼可能派 你一萬個 一萬個憲兵 我跟你講給你十萬個憲兵 你也守不住這幾個地道 所以我們希望說 如果說是你要守台北市 一定是守台北市的外圍 我們軍隊一定是守台北市外圍 你要守住台灣 你一定在台海洋跟敵人決戰 在他兵力最弱的時候跟他打 你說那時候我打敗怎麼辦 打敗 如果說那時候打敗了 就我們軍隊來講 就是這個邱國正講的對不對 那我軍隊來講我聽從政治指導 要不要怎麼中戰 所以丁玉洲不是講台灣要有中戰指導 這講得很明白 你必須 你不能說是高估 丁玉洲一樣 你不要高估國軍的力量 你得畫個底線 你一定要有中戰指導 我們打到什麼程度 爭取我們台灣最大的一個生存 老百姓最大一個生存 就不要像烏克蘭那樣對不對 不能 不能到那樣 你不要說是讓美軍把你台灣的戰役 讓這個解放軍的戰役在台灣消耗掉 無限制的死傷 一代人全部滅絕 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要問一下這個麗將軍 你我們剛講了很多是從軍事上 如果有這個大陸朋友的話不要介意 他講這個敵人啊等等 放在過去跟放在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那從現在來看您不但是一位退役的將軍 你也是一位民眾啊 你也是一個有可愛孫子的爺爺啊 對不對 然後是寵親魔人啊 也是個老百姓啊 我們也希望過安居樂業的生活 所以從軍事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接到指令 我就要這個拼命這個保護 我就要殺敵向前 那如果說從一個一般民眾的心理來看 你覺得戰爭應該是一個等而下之的 我們不希望這個有的一個選擇吧 這所有人都這樣講 從這個孫子彼法裡面講 到我們這個蔣公所講的 這個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嘛 軍事是到最後不得已的手段 才攻城嘛 尤其是陳真戰 那是那已經是不得已的手段 那我們來講是全軍為上嘛 雙方來講這個破軍赤之嘛 就是說最好雙方來講 尤其是我們兩岸之間 其實本來就可以用政治來解決的 不需要用到兵凶戰危 畢竟來講我們是同一個民族 同一個文化 所以蠻有趣的這次 我希望蠻有勇敢能夠說出來 就是兩岸本來就是 我是建議啦 我真心建議 就是要接受九二公事 你如果說不接受九二公事來講的話 把台灣弄到兵凶戰危 得利的是誰 得利的只是只有美國 那你為什麼要犧牲我們 不管是兩岸之間老百姓的生命財產 最後讓美國能夠獲得他全球戰略上的一小部分利益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值得 所以我可以這樣下個結論嗎 說當了一輩子的這個軍人 但是麗將軍還是站在了反戰的這一邊 對我當然是站在反戰 因為只有軍人最了解戰爭的兵凶戰危了 對不對老百姓只是看電影 對不對 從電影裡面想像中戰爭是很浪漫的事情 其實戰爭是非常的這個危險 你沒有看過那種子彈打到身體裡面的樣子 那你看過以後你絕對不忍心看 只這樣打到身體裡面不是一個小洞 是前面進去一個小洞 後面出來一個大洞 裡面所有身體的肌肉啦 身體內上全部給你挖出來 我覺得這個 然後你沒看過那種血流不止 那個動脈 我不忍心講那種情形 其實然後再加上這些年輕人是 這個不管是對兩岸來講 其實都是我們整個民族未來的希望 是在這些年輕人身上 你把年輕人的生命用在這種 無意義的戰爭犧牲上面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政治是一時的 這個生命 民族永續是永遠的 我們軍人守則裡面 軍人守則裡面第一句話是什麼 如而而後 可以保我生生不息之後代子孫 這是我們軍人的責任 最重要就是你要保你的後代子孫 能夠繁衍綿延生生不息 我想就是中華民族來講 這才是我們現在這些 不管兩岸政治的人物 應該要思考的 就不要把這些年輕人的生命 浪費在這種無謂的政治 雙方的政客的利益 甚至於外國人的利益上面 浪費這些年輕人的生命 在這些事情上面 好 非常謝謝利將軍 我們這一集的信息含量太大了 利將軍給我們講了很多故事 也說了他的一些肺腑之言 特別是他一輩子從軍 臺灣一流的軍事專家 在退役之後 基於良心 有些話不得不說 所以今天我們很高興 讓利將軍在我們的節目現場 難得有一個小時的專訪 從俄烏談到了我們的臺灣 堅定的反戰者 正在反戰的這一端 也謝謝利將軍 繼續填用給我們很多的細節 讓我們繼續關注兩岸 感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利將軍 今天晚上6點到8點 別忘了辣碗報見 對不起對不起 等一下 因為宇树竟然還有幾個斗 忘了你 好 一個 宇树竟然說 中國衰落 源起於海權崛起 長久中國一直都有 西部的天險保護 強大海軍是必備的 請問一姐 臺灣民族復興了嗎 他講的沒錯 其實海權非常的重要 所以為什麼現在國防部長 用海軍的解放軍 對 這個 就是要發展海權 對臺灣我覺得最大的部分 還是一個認同的部分 但是在這個認同的部分 事實上你想想看 我認為認同是 認同的矛盾 是政治人物操作出來的 對 完全是這樣 你說在我們小時候 或是在我們民間感受到的氣氛 不是如此 好 那另外一頭 另外為什麼不動了 還有一個 來演習絕對是美帝 搞的買空賣空 先要求搞在西拜通話之後 又派了羅森伯格來取消 這招對臺灣很有效 展示控制力 嗯 也有可能 對 因為我在想 蔡英文有這個膽子 當初做這個決定 沒有知會美國嗎 我是有點好奇 但是宇初竟然提供一個想法 就當初我可能說好 然後現在又踩煞車 會不會呢 搞不好羅森伯格來看 地圖拿給我看 哎呦你們怎麼會在這個地方 實在射擊 你覺得他懂嗎 他一看這個太嚴重了 所以趕快喊 好 宇初記者 彭麗媛建的是德國最古老的中學 14年前彭麗媛訪問過他們 疫情期間還有互通行 新聞背景都漏了 要會用百度 有時候我們是知道一些細節 但是因為節目很多放不下 謝謝宇初記者 但是你給我的訊息真的很重要 我們的節目 也提點了很多很多的方向 這個 是過去很多網友 很少給我們的一些這個 很有建設性的一些互動 再次感謝啊 好 OK 好 其他沒有斗內漏掉 哇 今天這個歡迎蕾將軍 我們的流量好高 我強烈建議大家把這集推出去 如果中途離開的同學 一定要看好看滿 然後要記得幫我按個讚 我們晚上六點到八點 蜡碗包見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汗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眠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抽魚賊 包拗 好 排水 感燒 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